很多的花友非常喜欢养枝子花 但是到手以后不知道怎么养 尤其是收到这种重生的 像这种的一个养护难度是最高的 它有一个排序的 最难养的就是这种重生的大叶枝子了 因为一盆里边好几颗 相互增长营养 那有的话说我到手以后应该怎么养呢 首先到手以后您要拿出来看一下根系 像这种长满了一定要换盆的 如果您不换盆的没有什么营养了 您浇了水也好 湿了肥也好 它都流湿了 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换盆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技术比较高的话 是可以进行分租的 那么我跟大家说 如果说您要分租的话 上面的花包多半是保不住的 那接下来先采取一个保守的疗法吧 咱们先等它开完花之后 等过段时间再教给大家如何分租 那接下来就是换盆了 大家一定要了解 枝子花虽然说是洗水 但是换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 不能选择那种很过分的那种闷筋的 花盆呢可以选个略大一号的 比这个再大一号也可以 咱们可以换到一个过渡到1.5加仑大小的一个花盆 也就是花博士的一个7号花盆 有的花不会选的时候呢 你看灌符 跟灌符差不多乘一个等比例 比较好看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就加土 总的来说呢这种放下去的时候啊 它花盆底部不会很深 这种的话可以不用做透水层了 直接加土就好了 选土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沙兆土 大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时候呢 也会用一些个类似于 泥碳一些磅或者是一些腐质土 大家尽量呢还是用一些泥碳土比较好 因为泥碳土的保水性会好一些 再配合这种透水透气的花盆用泥碳土是好的 如果说您有那种磁盆啊 它容易产生一个积水闷根 它就会不好 像这种根系比较健壮的一种时候呢 大家可以加入一些底肥 以防后期肥力不济 可以多放一些 然后撒一层薄薄的土 就不需要垫透水层了 避免与根系的直接接触就可以 接下来呢不要埋得太深 筛土 那像咱们这种 以正常的健康状态入盆的话呢 您就可以正常的浇水和施肥 不存在缓不缓苗 放到光照最好的地方 好吧 一定要给足水分 一定要给足水分 另外呢您可以观察一下下面 就是下面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芽子 你可以透过来看到这个地方叫内塘 您可以把里面的这些个小的全部给它剪掉 有的话说我不剪 你不剪它早晚自己也会哭 它自己也会在里面出毛病的 它在里面的根本长不上来 上面那么多花波 上面的能开 就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好消息了 你还指着下面 咱们把这里面的这个内塘 给它清理清理 这种小的细弱的枝条 全部给它拿掉 让它保持一个内塘的通透感 这种 这种都给它弄掉 里面的这些枯叶也给它弄出来 保持里面通透一些 干净一些 给一遍透水 正常的施肥 花的多二号这样同时的给上 别的就没啥了 一定要给足光照 一定温度要高 一定要给足水分 一定要再给上肥料 还有呢 就是日常的时候尽量的多接一些雨水 或者说用一些个 过滤过的那种纯净水来浇 比较好一些 如果它没有的话 大家可以用繁肥水 这个我们家又卖 好了 就这么简单 对 这样的话就这么简单 下期的时候给大家说一说分猪 以及一些个关于杀土泥土的一个话 好了 我吃了话一 两话最转一 一片白骨 这不得 块块块块块块块 je je